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杰居然跟我说要到文物造册组来工作 你说我能同意吗 他要到这来工作 是啊 你说可笑不可笑啊 什么梦 这是一件好事 好事 怎么讲啊 你看沈杰啊 他在重庆是学历史学专业的 他对文物有所了解 又可以和专家打成一片 正好可以帮我探听出一些情况 这个恐怕不妥吧 您不是一直让我改变工作方式吗 我就是让他做我的耳朵 打探消息 您放心 我不会让他接近任何危险 这样一来 我还可以看着他 省得他到处乱跑 他如果能参加文物造册工作 这对小杰来说 倒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白见高师 见见世面 多陪陪你免得乱跑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好 我答应你 张教授 果然有效果 你这是上的哪一出啊 我爸爸他同意我到这来工作了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那怎么可能啊 你还给我卖关子 我确实没有求过你爸爸 那怎么会呢 你快跟我说说吧 你快跟我说说吧 你还没有卖关子 我说你就会晕得住 他想要质量 你快看看 我会在家里头 你会来 在家里头 你没有在家里头 你没有在家里头 你追租了 你没有在家里头 那不请我进去 其实啊 我也没有别的事情 只是好意 想提醒您一句 以后张先生对于工作 有任何问题 可以先和我商量 我再去和他们沟通 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不要闹成像昨天那个样子 咱们说清楚 这可要说清楚 不是我闹 是你们 当然不包括你 我知道 太过分了吧 我张金石 国府我也去过 我也是上宾呢 这点胸襟我还有 不然我也枉为文化人了 我不跟他计较 是是是 张教授 我能理解 只不过 这文人斗不过当兵的 更何况柳续飞 他也不是个软骨头 真是要把他惹火了 会对张先生不利的 读书人也不是软骨头 我告诉你白小姐 说实话 我张金石的后台 也不是软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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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刚才那番话 完全是为张先生 考虑和着想的 那您先好好休息 我就先告辞了 谢谢 谢谢您 张教授 谢谢您 谢谢您 张教授 谢谢您 张教授 谢谢您 谢谢啊 出来吧 出来 人走了 走半天了 走半天你怎么才让我出来啊 他是来吓唬你的 看样子是 这些人 真是一些装模作样的家伙 你说谁 我 喂 真人 是 谢谢 是 你 对 你 谢谢 我 是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一定要 你 我 对 她爸爸是县长 又是柳营长未来的夫人 她在这里进出自如 我们就是无名小卒 谁敢乱说话呀 她经常来 对 好像有空就会到这儿来 好 我知道了 你做的没什么不对 只是把看到的说出来而已 继续工作吧 是 大家辛苦了 沈杰 沈杰 来来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沈杰 她们可都是你最好的老师 这位是郑鲁玉教授 郑教授好 这位是郑鲁玉教授 郑鲁玉教授好 那位是郑鲁玉教授好 那位是她的太太 你好 她们两个都是刘过阳的博士 好 这位 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 谁见长 这位 这么重要的人我倒给忘了 这位是国府派来 专门负责这次计划 造册工作的白专员 大家好 这是我的女儿沈杰 你好 她在重庆读书的时候 是学历史的 对文物越通 她非常想参加這次文物造册工作 她对于从远道而来的故宫文物 非常感兴趣 更重要的是想向各位专家教授 多学点东西 各位专家意下如何 欢迎 欢迎 沈小姐 我们这里正劝人手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这里 造策工作枯燥乏味 我们是求之不得 不会的 我看见这些东西 不知道有多激动 你娘的本事 只能当助理做副手 你还不误问哪位老师要你 郑教授工作两大 我看你就去帮帮郑教授吧 好啊 我这正学人手 来来来 小姐啊 你要好好地珍惜这次机会 好好地工作 那我就不打扰各位了 好 再见 你记 我来念 好 假4005号 王羲之 快选石琴帖 假4005号 假4005号 王羲之 快选石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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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啊 这个啊 是王羲之 早期的作品 快选石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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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的转运物资中一定有电台 现在要尽快把电台弄到手里 这件事刻不容宽 有一件事我比较在意 什么事 沈杰 进入了大佛寺文物专家组 他来干什么 他是学历史文物专业 名义上是来协助文物造册工作的 我怀疑他来大佛寺的真实目的 因为 他似乎一直在盯着张军师 是 我一直都相信你的感觉 可是在这个时候 不宜轻举妄动 还是暗中观察为妙 是 我知道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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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